大家好,欢迎来到陌路考官 今天介绍到恐怖飘是停尸房收藏 故事发生在1804年的压尾镇 纵报男豪轻快地骑着单车,正沿街拍送报纸 突然车子停在了阴森古老的城堡前 看着满地破旧的报刊 男豪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决定看看城堡主人的真容 他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大门前 窃窃地按散了门铃,却没人回应 本想用相机通过门孔看看内部情况 却意外地看到了一双怪怪的大眼睛 男豪瞬间惊慌起来 只见大门缓缓开来 一个头发花白的怪老头走了出来 吓得男豪匆忙离开了这里 这就是传说中让人闻风丧胆的停尸房 老人便是停尸房中唯一的管理员 接下来老人便开始为死去的男豪罗根开追悼会 仪式结束后,老人礼貌地送走宾客 突然远处黑压压一片 老人好似神奇地觉察到了什么 刚反过来就发现屋内有人影闪过 顺着人影,老人来到了大厅 只见一个女豪正试图打开罗根的目光 女豪名叫沙姆 是看到招聘信息进来面试的 听了女豪的来意后 老人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来到办公室 出入茅庐的沙姆对这里大量的书及档案好奇起来 原来这些书记录的全是死者的故事 随后沙姆便气定神弦地坐下 让老人讲这里关于死者的故事 黑暗扭曲又刺激的那种 老人本想先为沙姆办理入职手续 但在她强势的态度下 老人便同意先讲第一个故事 一个漂亮女子独自来到卫生间 处理偷来的脏物 当把钱和怀表藏好后准备离开时 却听到镜子后面的除锅有动静 便好奇地想要打开一看究竟 最后通过自己的聪明材质 除锅是打开了 可手却意外划伤 就在她处理伤口时 桂膜又自动关闭 好奇心碎碎 女人又拼尽全身力气打开了桂膜 却看到了一个全身触角的怪物 意识到危险 女人想关上桂膜 尝试悄悄离开 没想到搜刮来的怀表却不慎落地 怪物再次被唤醒 身处长长的触角 死死恐绑住女人 拽回除锅 然后关上桂膜 关上灯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一片寂静 听完之后 沙姆表示这个故事虽然很有趣 但并不是自己想要听的那种 老任则表示 自己这里有很多的故事 这只是热身而已 虽然这个故事不合常理 但故事的内涵却很重要 千万不要对未知的事物 有超强的好奇心 有可能会因此丧命 因为世间万物就是因果善恶到头终有报 办理完入职手续 两人经过门厅 沙姆看到墙上的照片 询问起老人的实际年龄 老人淡定地表示 年龄多大并不重要 粉刺的是自己总主持年轻人的葬礼 而后沙姆又不由自主地想要打开 拿好罗根的目光 想听拿好的故事 却被老人强行阻止并婉言拒绝了 并决定讲另外一个更刺激的故事给沙姆听 老人以应可事前谨慎 也别事后追悔莫及 捉引导 开始了第二个故事 大学校园内 杰克正兴致勃勃地演讲着自己对身体自由的看法 随后便给女孩们免费派发安全用品 而杰克此行的目的并非是做公益活动 而是为了忽悠女孩们去参加party 与他们发生关系 随后文件的女孩桑德拉引起了杰克的注意 还大方地接受了杰克的安全用品 并答应晚上去参加派对 画面一转 杰克刚刚与自己的女老师享受完肉体之欢 还向同学侃侃儿谈自己的经验 只要够帅并极力地夸赞对方 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拿下 因为世人就有这样的需求 接下来杰克和桑德拉又默契地来到了房间 桑德拉问道 最近频频发生的男性失踪案 难道不怕自己是凶手吗 此时的杰克根本听不进去 只想尽快开始 桑德拉温馨提示 务必要使用安全用品 但杰克却当作恶袍风 为寻求刺激 竟把安全用品扔到了一边 一觉醒来 杰克发现桑德拉已经离开 还在镜子上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 但杰克只想闻一闻 根本不想与她联系 便习惯性地顺手抹掉了镜子上的号码 可紧接着她就感觉异常恶心 还惊奇地发现 腹部出现很多红斑和水泡 到医院检查后 竟被告知已怀孕 本想通过紧急避孕药来缓解症状 没想到药全部被吐了出来 而且肚子也瞬间凸起 此时她才想起桑德拉留下的联系方式 可是号码早已模糊不清 尝试多次之后终于联系上了桑德拉 并约好稍后见面 可杰克挺得大肚子刚下楼 就被同学们围了起来 庆祝杰克成功拿下第67个女人 按照约定 她必须将代表自己荣誉的锦旗挂到墙上 就在大家享受杰克的荣誉时 大量年夜碰涌而出 场面尴尬至极 随后杰克狼狈地来到桑德拉的家中 刚进门 桑德拉的父母就好像明白了一切 然后便熟练地帮杰克结生 杰克大声刺责桑德拉到底做了什么 而桑德拉则微微一笑 我以为你做了安全措施 听完杰克也感到了一丝羞愧 随着肚子越来越大 杰克的下半声瞬间炸开了花 鲜血四溅 而桑德拉的母亲则淡定地将鹰鹅包裹好 放到了阁楼的床上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却不慎踩到了玩具 发出声响 瞬间鹰鹅的哭声哗然一片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藏鹰阁 听完这个故事 沙姆满口夸赞 老人则将罗根的目光送到了地下 带着沙姆来到了防抚室 这里正躺着一具女尸 她年轻漂亮 但身上却身有褥窗 肯定是长期卧床不起 因其的 沙姆则在女尸的手上 发现一枚婚戒 还刻着至死不渝的字样 看着这枚婚戒 老人便开始了女人的故事 女人是小胖的妻子 两人结婚没多久 女人就得了重病 卧床不起 小胖并没有因此嫌弃妻子 依旧不离不弃 可时间长了 世人都会被这种无形的折磨 产生厌恶感 再加上厚厚的余期发胆 小胖很是无奈 医生理解小胖的苦衷 也深知她的妻子无法康复 便留下了几粒胶囊 好心暗示小胖 这种药 一天如果服用超过两次 就会悄无声嘘地死去 而且不会被人发现异常 晚上小胖就做了一桌子好吃的 特意给妻子进行打扮了一番 并买了妻子最喜欢的北极兔送给她 吃了这顿最后的晚餐 两人就阴阳两分隔了 看着妻子呆滞的眼神 小胖下定决心 把药倒进碗里备给妻子 刚喝了几口 妻子就全身抽搐 看着妻子难受的模样 小胖心痛不已 便急忙解开了固定妻子的腰带 强迫她把刚喝下的粥再吐出来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小胖也是后悔莫及 没想到身体贪软的妻子 竟一头栽到了北极兔上 妻子突然死去 让小胖更加惊慌不安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医生 凶求帮助 为了毁尸灭气 医生只让小胖赶紧把尸体扔到海里喂鱼 时宜了片刻 小胖决定采纳医生的建议 把妻子放到木箱里用走 可箱子太小根本放不下 妻子的腿还在外面 这次小胖决定用电锯将妻子的腿锯断 可锯条刚刚挨到大腿 妻子就痛哭地大叫起来 此时的小胖既心虚又紧张 直接把妻子头上的北极兔给拔了出来 看着血腥的场面 小胖彻底被吓傻 妻子也彻底断了清 而后小胖把妻子的尸体处理好放进木箱 就在她带着木箱下楼时 电梯却突然出现故障 停了下来 就在小胖试图打开电梯门时 一个老婆婆正好过来 发现了被控电梯的小胖 便好心拨打了报警电话 可这时木箱竟胜出了大量鲜血 看着眼前的一切 小胖忍无可忍地 竟直接把婚戒摘了下来给扔了 气急败坏地说道 真后悔和你结婚 突然电梯急速下降 小胖朝外面看去 竟全是两人曾经的幸福时光 此时面目全非的妻子 却犹如怪兽一般 从箱子里飘了出来 把扔掉的戒指给小胖戴上 然后深情的相拥亲吻 当警察赶到后 看着神经兮兮的小胖 只好把他送到了疯人院 听完这个故事 山姆表示讨厌故事结局 谁遇到小胖的情况都会这么做 为什么他要为此受到惩罚 老人解释道 这就是命 谁也改变不了 而小胖的命 就是要在疯人院里度过余生 而后两人又来到了 存放尸体的地下室 山姆发现老人讲的故事 都是有规可循 恶人终将遭到报应 但山姆并不这么认为 当老人正准备 火化罗根的尸体时 山姆着急了 因为他不是来应聘工作的 而是专门来看 目光里的蓝豪罗根的 而且山姆认为 因果报应都是人们幻想出来的 而现实中却总是坏人取胜 罗根就是最好的证明 哭诉着想要见罗根最后一面 因为他的死都是自己造成的 看到惨死的罗根后 山姆便开始给老人讲 关于罗根的故事 案发当晚 山姆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突然接到房主的电话 可能会晚些回家 所以希望山姆能照顾 他们的孩子罗根去睡觉 当山姆来到房间时 罗根早已睡去 而后山姆来到厨房做美食 此时电视里则紧急插播了一条新闻 封人院暴乱 警方希望附近的居民锁好门窗 千万不要外出 然而山姆并没有发觉危险逼近 不仅悠哉地看着烤箱内的食物 还出去倒垃圾 回来时也并没有发现 窗户上的玻璃已经被人打碎 当他回到屋内 只见一个头部受伤的壮汉 正坐在沙发上 山姆第一时间来到厨房拿起菜刀 刚一转身就发现 壮汉站在自己身后 壮汉并没有袭击山姆 山姆也打算帮他处理一下伤口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响起 壮汉警告山姆 不用接听电话 直到电话自动转入留言 才发现是房主带来的 因为房主听到疯人员暴动 有个专杀小孩的杀人狂逃了出来 便打电话提醒山姆 锁好门窗 保护好孩子 等他们回家 壮汉则瞅了瞅 房间内小孩的玩具和贴话 此时山姆感觉眼前的壮汉 肯定就是那个杀人狂 便趁他不注意 把壮汉的手放进了绞肉机里 虽然他疼痛难忍 但还是给了山姆致命一击 这时电话再次响起 而壮汉拿起电话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一个劲的惨叫 这时山姆也缓过手来 从背后死死搂住了壮汉的脖子 把他的耳朵撕下来 而壮汉也把山姆重重地摔在地上 无法动他 紧接着壮汉来到罗根的房间 却并没有看到罗根 这时山姆也拿着消防钩 来到了罗根的房间 经过一番激烈的撕打 山姆被击倒在地 意识到自己不是壮汉的对手 便艰难地向外爬去 壮汉本想掐死山姆 就在山姆即将窒息时 却对壮汉说了句 你不是凶手 壮汉听后老泪纵横 松开了双手 山姆刚爬起来 就把毫无防备的壮汉推下了楼 当说音的壮汉刚睁开眼 山姆就气愤地说道 你毁了我的晚餐 去死吧 说完便举起电视 向壮汉的头上砸去 此时房主夫妇回来 看到屋内一片狼藉 发现他们雇佣的特工沙姆 也被炸死 原来这个壮汉 才是负责保护罗根的特工沙姆 此时沾满鲜血的电视 又紧急插播了一则新闻 原来从丰人院里 逃出来的变态杀人狂是女性 名叫萨洛特 绰号弯泽雅仙 被判有十项谋杀罪 最终房主夫妇在厨房的烤箱里 找到了他们的孩子罗根 听完故事 老人不解地问萨洛特 为何还要来这里找尸体 萨洛特则取下罗根的一颗牙后 把木棺推进了缝尸炉 做完这一切 他又将匕首插进了老人的腹部 此时的萨洛特依然认为 只有恶人才会一直赢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身受重伤的老人 竟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这致命一刀好像并无大碍 随后老人说道 你讲的故事犯了致命罪 而你却低估了你的听众 现在这份工作是你的了 意识到不对劲 萨洛特便急忙撤离 可当他打开大门后 却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 一个无限循环 根本逃不出去 无奈之下 萨洛特四处逃转 闯进了荡岸室 这里重放到全是死者的故事 老人告诉萨洛特 我曾经和你一样 以为自己可以无视法则 但后来发现 事实并非如此 纵观历史 故事的讲述者 总在提醒我们 凡事必有因果 凡事必有转折 所以我老人问道 难道你不好奇 这里存放的档案 有多少与你相关吗 伴随着手杖 敲击地板的身影 十几本档案也随之掉地 里面全是被 萨洛特残害的孩子 接着一个个幼小灵体 从书里钻了出来 此时的萨洛特依然认为 自己的命自己做主 只有自己 才能决定故事的结局 老人淡定地表示 你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说完 这些幼小生灵 就朝萨洛特扑了过去 撕摇起来 萨洛特痛苦地挣扎着 从嘶吼到吴声 而那些费尽心思得来的牙齿 也散落到地上 小生灵蒙终于 又找回了自己的牙齿 随后老人 把四分五类的萨洛特 再次缝合 天冲完整 然后起身离开这里 站站门口 伴水着一声猙獰的吼叫 老人的尸体瞬间化为乌有 此时动拼吸奏的夏洛特 也被唤醒 看到镜子中 伤痕累累的自己 夏洛特也发出了 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 最终夏洛特 成了停尸房里的管理员 原来前面的这些 都是夏洛特 在给送抱男孩 讲自己的故事 男孩突然感觉不对劲 准备离开 夏洛特急忙起身 电影结束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